那小巨蛋應該就可以把他打掛了 欸 出來了喔 開始囉 好欸 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是Simple Data Structure 那我是誰呢 我是StarNight 目前就觸摸在下面這個地方 那其中一個要題的一定是每個工程系統都會出現GitHub 那目前就是研替剛結束 然後暫時繼續在重化電當個打招的原理 然後都是今天Online 然後為什麼要做Simple Data Structure呢 首先你可以在GitHub上面 就是我的帳號的StarNight 然後上面可以找到Simple Data Structure這個Project 那目前已經在1.0.0就是釋出了 然後它是一個極簡的資料結構的框架 那它是目前用C時做的QStack還有Ring 那為什麼要做它呢 因為在做嵌入式系統的時候 常常很多就是一些晶片就只能用C去寫 那但是我們因為嵌入式系統 它具體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又常常要用到QStack等資料結構 在許多高階語言 例如C++還有那系列程式語言Pro這些 之類的等等的高階程式語言 他們大部分都有Native Define一些就是實作的一些方法 但是C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那大使們就會說沒有喜歡就是自己尷尬 所以 這是一個Basic的Structure 那第一個 其實要特別注意的是三個欄位 那第一個欄位是Type 就是它記錄的是它是哪一種Data Structure 它是Ring還是Q還是Stack 那再來接下來還有一個Lens 就是這個Data Structure 它最多可以有幾個Element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欄位Element 它是一個Pointer 它指向實際上就是一個Buffer Array 那就是在記憶體中它實際的位置 那之後就是還會有定義到一些SDSQ還有Stack還有Ring 那它們其實就是Type Defined by SDSBuffer 那如果從圖上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就可以看到那個Element 然後就是指到那個一個記憶體位置裡頭的Buffer Array 對 那它有幾個Element 那就是Lens-1 就是從0到Lens-1 所以成功會有Lens這麼多個Element 那它每一種就是不同的資料結構都會有Dedicate Function 那一開始的話一定是要先Initiate這個Structure 那Initiate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PushPup 還有Front等等 Back等等的工作 Function可以去使用 那除了上面的Dedicate Function以外 還有一些Party Function 那就是 基本上我的一些Function 都是實際上就是去參考那個CGRSTL的一些Library這樣子 所以 命名上面就會比較跟它一樣 那Empty主要就是去檢查說 這個DataStructure它是不是空的 那Size的話 主要是去看說 這個DataStructure裡頭還有剩下多少個Element 那這邊講到的Push還有Pup Front跟Back 其實就是 它們都會先去檢查說 這個DataStructure它是屬於哪一種Type 就是它是Ring還是Stack還是Cue 那會在 拍到完畢之後 它會去執行它們專屬的一些Function 那接下來就是看一下Cold 兩分鐘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先宣告一個Structure 那這邊用Cue來當範例 然後再來就是去指定它的長度要有多少 然後還有就是 宣告一個實際的記憶體空間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把上面那些東西 全部都丟到InitialCue裡頭去做 Initial去做Buy的動作 那Initial完之後 我看不到我有標 看不到是很正常的那個四道 好不重要 反正下面就是可以去用Push號還有Pup 然後Gate去做Access 或者是新增刪除那個Element的動作 還有Invent中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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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